接下来一连串我们来关心的是 2024总统大选布局的部分 好我们首先来看到 现在呢这个根据了市议员刘采薇他的透露 他说呢认识的南部长辈 私下身份是绿营的装脚 最近有听到侯友宜的两岸论述哦 因此表态他一定会支持侯友宜 所以刘采薇的分析是 南部的长辈不是不支持民进党了 只是对老百姓来说高层的政治太难懂 好他们只知道他们要和平不要战争 好当然现在侯友宜还没有正式被国民党征召 不过包含侯友宜跟赖清德的两岸论述 都是引发大家的关注的 另外呢这个是柯文哲 柯文哲他有提到 他说我是228的家属本来是绿营的 但是呢看不管民进党三件事 前瞻计划8400亿 防疫特别预算8400亿 还有就是已经花了6200亿买军火 他认为国家的钱其实不是这样花的 怎么说呢 陈菊在当完高雄市长之后 高雄的债务增加了3000亿 郑文灿当完桃园市长之后呢 债务增加1200亿 台湾的公司95%都赚钱 不赚钱的明年就倒了 那为什么台湾的政府 无论是中央还有地方 95%都在亏钱呢 因此呢这个部分 其实让柯文哲是非常非常的不满 好不过台面上如果是蓝绿对决的话 侯友宜对上赖清德 当然现在呢 徐晓星有特别提到 不担心蓝营民调没有赖清德 相信不放弃方向队就能够一路打到最后 因为这个民意是被催出来的 好他认为国民党太容易放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直言选举没有打不赢的仗 只有不会打仗的人 媒体人维安则是分析 他认为国民党其实只要一招 立刻就能够让民调起死为生了 那么就是赶快征召侯友宜 让他能够名正言顺往前冲 只不过征召的时间点到底会落在何时呢 曾明宗他有说 党中央正在准备 好速度会越来越快 可能会在五月底之前来完成征召提名作业 好另外一个讨论的议题还要来看到 这个是YouTuber桃源孙先生所做的网络民调 因为呢农委会即将要升格成为农业部了 好陈吉仲可能会当农业部长 日前呢他知道这个升格的消息之后 陈吉仲他还激动落泪 好因此呢这个网络民调就要问问大家 陈吉仲如果真的当农业部长之后 对于赖清德的选情影响 您可以看到有将近九成89%的网友认为会扣分 只有7%的人认为会加分 其他的人则是没有表达意见 而另外呢有关于这个选战的部分 还要来看到 当然现在大家讨论很多的就是两岸论述 还有对于国家的认同 副总统赖清德他开酸 国民党的国家认同就好像是精神分裂 蓝营立刻反呛了 赖清德你为了总统大选推翻自己的两岸论述 不是之前还高喊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吗 现在又改口说台湾不必独立 到底谁才是精神分裂呢 而且赖清德两岸论述一变再变 一会说要抵抗中国入侵 另外一会又改口说两岸是兄弟之邦 因此台北市员侯汉廷也说了 赖清德毫无中心思想 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差别 赖清德重操医师就业诊断 国民党是精神分裂 只是被诊断的患者直接退挂号 国民党非常清楚认同中华民国 那反而是赖清德自己也说 他是台独的务实工作者 现在又说台湾不必独立了 那所以到底谁是精神分裂者 台独的务实工作者 现在当党主席参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现在才是继生中华民国 国民党中央也回籍赖清德强调自己务实台独 结果又抄袭国民党和平护台的论述 拿香跟败这不才是精神分裂 有如拥一害国 把近期赖清德的两岸论述好好比一比 很明显初一十五不一样 时而抗中时而合中 赖清德打脸赖清德 在中国还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 我们必须随时做好抵抗中国入侵 抵抗中国入侵 抵抗中国入侵 保护台湾的准备 下地自帮 下地自帮 应该是未来 中华应该要走的方向 台海也有够跨 可以永远台湾和中国 在这些成全观点 前两天又讲说 不能够期待侵略者的善意 好像又不要善意了 然后现在最新又讲说 哎呀台海很宽可以容得下两岸 好像也希望大陆要有一点善意共存 好奇怪 变来变去 心口不依虚伪至极 毫无忠心思想 简直与行尸走肉合一 拼保台的和平借合上市 骨子里的抗中才是重中之重 两岸论述不明不白 赖医师在诊断国民党前 恐怕得让自己的论述先进 诊疗室 结果向云陈佑台北报道 新北市连续两天都有发生的枪击案 行政院长陈建 希望新北市政府能够负起责任 结果兰茵立刻质疑 他是甩锅给地方 好 林佑昌已经说了 事件爆发的时候 侯友宜刚好在新加坡访问 刚刚你也听到 他的说法是 就好像台风来的时候 民选首长自己应该要决定 是否要赶回来处理 给社会公平 不过呢 脸书粉砖政客爽立刻举了 2017年泥沙跟海棠台风 接连铺台期间 时任基隆市长林佑昌 当时在蒙古参加的是 亚太区同军大露营的活动 也挨批示墨市市民 反台极罕冤的事业 事件 好 直接吐槽了 林佑昌你还敢拿台风天举例 真的快要笑死了 怎么会有人把脸生过来给人打呢 网友看到之后也纷纷说 双标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今年的回力标肯定很多吧 哪里有挖坑自己跳的啊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 要把农委会升格为农业部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当时还激动落泪 被很酸 人民缺蛋缺鸡的时候都没有哭 但是在渴望升官的时候哭了 好 人民真的才想哭吧 YouTuber桃源孙先生 24号发起了投票 问问网友对于陈吉仲出任农业部长的看法 截至25号的5点20分 吸引了超过9700位的网友来参与 结果您可以看到 有高达89%的网友认为 会对赖清德的选情扣分 7%的网友认为会加分 好 其余则是没有表示意见 网友立刻很酸了 做这么差还升官 真的是笑死人 无能政府 民进党除了乔丽明末捞钱之外 还能做什么呢 好 越烂越升官 到底是怎样啊 另外呢 也要来关心 这是立委王宏威爆料 合作金库AMC董事长蔡建新 是把公营事业变成了家族事业 好 怎么说呢 因为他找了儿子跟外甥 全部找来担任要职 把公股银行当作绿营家族的金库 甚至还修改内规 让一间喜桥建设 高达19亿的贷款案 在都更案件都还没有提出申请的时候 就可以拿到将近10亿元 王宏威说 合库AMC贷款拨款总金额 有超过七成 都是在高雄 蔡建新曾经担任过高雄市议长 政治经历是比金融背景还要丰富 秀出蔡建新家族跟合库子公司的关系图 王宏威怒轰 这简直是把公营事业变成家族金库 一家公股银行 可以被一个家属如此的把持 因为合库金控董作 蔡建新上任以后 儿子蔡政达就到了合库创投担任经理 侄子陈伯舟也在合库AMC担任副理 他一手创立的造福环境工程公司监事的女儿李一方 则是担任协理李一方担任高雄克育副董的唐兄李宗希 就从合库贷款高达13亿 虽然蔡建新回应儿子出任经理非他引荐 对于争议是经得其检视 王后也质疑蔡建新对特定的企业大开 方便之门 因为其中一个喜桥建设都根都还没申请 就已经拿到了19亿的巨额贷款案 修改内规之后 没有两个月就有一个喜桥出来 一个还没有去申请的都根 也可以直接立刻拿到将近10亿的新台币 合库金控为台湾获利排名第一的公股金控 其中都根为老贷店款案件总金额共74亿 光是高雄六个案子就拿了54.5亿超过七成 为何独后高雄 蔡建新升为政国会 2004年曾担任高雄议长 2017年出任立委林戴华的竞选总干事 肯定就被任命担任核库AMC的董事长 不过蔡建新并没有任何金融背景 甚至当时年龄超过公股代表65岁的上线 所以还特别请了时任行政院长赖清德专案核准 政治靠山可说是比金融背景还要丰富 蔡建新在核库企业是把全家族放好放满外 还放款数十亿给前家族企业跟亲友 仿佛是把公股银行当成是自家后院 就有些要真章算的报道